蘇秦的話題講到這裏 大家嚇了一跳 其實 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 蘇秦幾乎 就已經將話題講白了 在陸國俠還剛剛完成的這個時刻 偏偏 太子蘇強勾結陳鎮 意圖和秦國重新眉來眼許 本來 就很容易將燕國陷入一個危險境地 而且眼看著燕文公 越來越神慈力倦 很可能 或者不用過多久 燕文公很可能就會一命歸天 那到時候 按照現在的形勢 太子蘇肯定會登上軍衛 這樣 燕國的命運會被他帶去哪裏呢 如果這個時候不當機立斷 那不單止燕國很容易會引起內亂 甚至陸國合縱 也都會在傾黑間受到沉重的打擊 或者有可能 還會冰銷瓦解 所以 為了他們自己共同的命運 為了燕國 為了陸國合縱 他們已經到了抉擇的時刻 但是他們面臨的抉擇 是多麼艱難 子蘇就算是千般不是 但是他也是公子賀的父親 而子蘇呢 雖然守燕國軍拳 但是 畢竟 去到燕王室一向都忠心耿耿 從來沒有動過什麼 這麼沒有規矩的念頭 但是 現在形勢已經越來越急 顯然他們如果不早作準備的話 這樣蘇秦講的一切 就有可能成為事實 在這麼多人之中 最冷靜的 就算是 那位來自齊國的 田英尚大夫的兒子 田文 因為這個畢竟是燕國的家事 和他自己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一直以來 姬子賀已經成為了好朋友 蘇秦更加成為了他 已經有些崇拜的對象 所以 對於他們這件事 田文看來非常支持 不過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自己最好就不要出聲 公子賀看著子芝 子芝也看著他 兩個人你眼看我眼 過了很久都沒有出聲 蘇秦呢 一直坐在旁邊 也默默地注視著他們兩個 他沒有出聲 沒有吹他們兩個 因為他知道 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話題 真是足夠引起他們兩個人的心靈震撼 一定要給他們一些時間平復下來 同時也一定要由他們自己去採取決斷 如果他兩個人 不可以落得決心 那自己怎麼逼怎麼吹都沒有用 過了足足整盆茶這樣的時間 公子賀這樣才吐了一口大氣 我知道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而君相也知道 只不過 我們大家都是自己騙自己 當日 子餘百父 攻打繼承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就深深明白地自己父親的為人 如果煙鑊落在他手上 那不單止煙鑊 連天下 都很可能因之而變 而我們煙鑊 又不知要遭受多少苦難 只知將軍 他憐憫百姓 所以甘於貧苦 那我呢 為了我們大煙 為了天下 為了合中 我為何又不可以抉擇呢 只不過 只不過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啊 蘇秦他看著公子賀 他說 其實公子現在的心境 和當日 燕文公 聽到子餘 要攻打繼承 在武揚作亂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一樣的 燕君當日 既能夠為子餘 留回一條後路 我們今天呢 也不是說一下子 要將事情做主 只不過 太子殿下 他現在和秦氏勾結 而且 意圖答應秦軍的分事 破壞合中 這已經是事實 而且 他甚至意圖 燕子燕君夫人 這點在公辟之中 也多有人證 哼 現在 他正是要設一個局 好 希望 我能夠走入他局中 那我們不如 就反而利用這件事 到時候 我們計中藏計 日語 要將他真正的目的 限白於人前 那時候 他自己願意回頭了 我們依然 可以留一條路給他 但是如果 他真是執迷不悟的話 這樣 到時候 我相信燕君 也會有所明斷 只要燕君 廢了他太子之位 甚至 將國軍之位 直接傳給大公子你 這樣 我們不是一樣 可以轉危為安嗎 公子潰艇的這番說話 全身震一震 對於自己做國軍 他根本沒有什麼思想準備 而且 如果直接在父親手裡面 搶過軍委 哎呀 那將來在世家不下 自己會被後人怎麼評說呢 想到這裡 他心裡 就不甘愁脆了 反而 聽到蘇秦這番說話 指指就只覺得雙眼一光 他說 大丈夫 成大事者 何驅小節呢 既然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 現在又有可挽回之處 公子呀 這個機會 不可以不把握啊 我看蘇秦你成足在空 不如由你來講一下 我們下面應該怎麼做 蘇秦聽到也不推辭了 於是他首先對田文說 這件事呢 還需要田公子相幫 我們可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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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到 都不如一起點頭 好 公子賄見到眾人都同意 於是 他也都唯有 聽了蘇秦的說話 一如就跟著他這條路去做 當晚 公子賄呢 就首先回去 自己父親所住的東宮之中 乍地說去探望母親 即是太子蘇的重妃 然後呢 乘機去向同自己相熟的幾個衛士 打探一番 知道了今晚 太子蘇究竟有什麼動靜 然後 他又派人 將這個消息 暗暗通知了蘇秦 蘇秦看過了公子賄傳人的消息 他就知道太子蘇 果然是佈下圈套 想引自己入局了 好 我一於就將計就計 於是 到了那晚 他果然呢 就來到燕公外面 在一個公被的接引之下 很順利地 就來到當日和燕文公 以及燕夫人姬說 一起賞花的那個桃園之中 來到這個桃園 這個時候 桃圖盛放的時間已經過了 整個花園 似乎顯得有點衰敗 但是直近黃昏的時候 夕陽影照之下 花園呢 好像披上了一層金黃 所以 而 依然是有幾番值得欣賞的景致 入到花園之中 蘇秦正是信報而行 很快 就聽見前面 在個涼亭裏面 全是一陣琴音 彈奏的 正是一曲流水 這一曲流水琴音 彈奏得非常流暢 而且 這一曲琴 也正是姬雪最喜歡彈奏的一曲 蘇秦一路聽著琴音 一路信報而行 他幾乎好像忘記了 本來帶他進來的那個宮被 在眨眼之間 就不知閃身躲在那邊 走近涼亭 只見這個小小的八角亭中 已經垂下了幾層興沙 然後 興沙之中 隱隱若若見到那個人影 正在那兒抖低頭 專心撫琴 蘇秦一路聽著琴音 一路來到了梁亭外邊 他然後這樣才停著腳步 唉 這麼輕彈一口氣 這一曲琴 我已經很久沒聽過了 當日 在洛陽城中第一次聽聞的時候 我的心 都幾乎羨慕到被他逃墜了 接著聽到先生的彈奏 我更加領略到 西上琴韻之妙 但是 先生 我已經過身 天下第一琴 也都成為絕響 在這個時間 再聽回舊入琴音 唉 我的心 真是百味交雜 不知道 你現在彈奏這個琴 你又有什麼感受呢 在庭中的人 琴音忽然輕輕震了幾陣 接著他就停下彈奏 再也不出聲 蘇秦走近兩步 對著庭中說 庭中人 你將我約來這處 現在 究竟是想讓我在外邊 一路聽你彈琴 還是要我進來 和你一起聊天呢 裏面的人依然沒有出聲 蘇秦似乎忍不住了 庭中人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本來 心裏面 都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繁心之事 但是 你二信雙腰 這樣才使我 覺得 這個世上的繁心事 都可以暫放一旁 但是 我今天來到 你記不記得我進去 也不繼續彈琴給我聽 這樣 你知不知道 對我又是另一種的折磨呢 不如 我就走入庭中 和你共奏一曲 我們一起 以琴聲 互掃心聲 好嗎 講完之後 他再也不理那麼多 大踏步地向著庭中走去 誰知 就在他快要走入庭中的時候 忽然之間有一陣腳步聲響 四周圍 一對燕國鴿士突然湧出來 跟著 在這群鴿士之中 有一個人大聲哼 蘇秦 你好大膽啊 蘇秦定住腳步 定神一看 來的這個人 正是太子蘇 自然太子蘇 在身邊還帶了兩個人 一個是繼承令 另一個呢 是他東攻新任的大都都尉 也就是等於他的侍衛隊長 太子蘇他們整班人 將蘇秦團團圍失 然後 太子蘇就大聲說 蘇秦 你以為你搞成了六國合縱 又被我君父豐為上卿 那你就可以在這大膽妄為了 你現在師闖功成 還要師匯夫人 你兩個做了那些狗邪之事 令到我焉人蒙羞 蘇秦 我看你今天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蘇秦聽到酒酒眉頭說 哦 太子殿下 回來這麼多天 其實我一早就想去拜見你了 但是 一直以來都苦無機會 今天在這樹 今天在這樹能夠見到太子 哎呀 也都算是不勝榮幸 蘇秦心裡 只是有幾個疑問 很想太子給我解釋一下 哼 誰不知道他最懂花言巧語 來人 快把他抓住 咦 太子殿下 蘇秦現在身為燕國客卿 又是六國特使 也都不是個沒身份的人 不知道太子殿下 你憑什麼來做我呢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雜